麦斯圆的同学们,大家好 在上节课里面我们说到load.js的模块概念 使用模块我们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 通过作用于里面变量之间的充平啊 也就是变量之间的污染 以及这个代码之间的依赖关系 那么在今天这节课里面 我们将会对load.js包的概念做一个讲解 那么什么是load.js包呢 这个load.js包其实最直观的理解 它就是个文件夹 那么这个文件夹它不是说简单的一个文件夹 它是需要遵循一定规范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具体遵循什么规范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代码 首先我打开这里 我这里建好了一个包 我放到哪里 放在load.modules下面 这里一个mp这个包 它其实又是个文件夹 你可以在什么呢 在load.modules下面通过右击 另一个什么呢 directory这么一个目录 来实现这个包的创建 那么我直接创建好了 我就不再创建了 那么这里我分析一下这个包里面的一些内容 说一下它的每个每个文件夹 每个齿文件夹的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b目录 在这个包里面 我的包名叫做m-p 这个包名 它里面包含了几个 四个目录 四个目录 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挨个来一一说明一下 首先这里有个b目录 这个b目录 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它是包里面 用来存储这个204代码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load.js 它可能会做一些 对什么呢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或者是对其他文件进行操作的一些代码 但是我们这个cs代码 它没有直接操作数据库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它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c语言 或者是其他语言 来实现对数据库的访问 得到数据过后 它再通过cs代码再来处理一下 然后再返回它上一层 那么这里这个处理数据 访问数据库这个工作 我们可能就会交给c语言来做 那么c语言来做 它是一种编译执行的一种语言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什么呢 编译好的模块放到这个b目录下 以便我们能后期使用 所以说这个b目录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放二进制文件的一个 这么一个文件夹 这里这个doco目录 它是用来干什么呢 它是存储文档的一个目录 这个存储文档存储什么样的文档呢 有可能你这个包开发出来过后 不光是你自己使用 有可能会提供给别人使用 那别人使用你这个包的时候 你这个包里面具有哪些功能 有哪些方法 这些方法应该怎么使用 等等这一系列问题 别人是不知道的 如果别人拿了你这个包来过后 再来看你原代码 那就不现在省了 因为你自己写的代码很多 别人看的话也可能看不懂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 更有效的 为别人提供一个什么呢 提供一个文档 通过这个文档 那么别人就知道 你这个包里面 大概具有哪些功能 它应该怎么来使用你这个包 所以说这个doco目录 是放一些什么呢 放一些 应用程序接口的一些文档 那么在下面这里 例目目录 这个目录是用了干什么呢 这个目录就是我们这个 loadjs里面 通过js编写的一个 核心模块的一个文件夹 那么这里啊 我在这个模块里面 我定了什么呢 定了这么 大概两个指纹的夹 这么两个指纹的夹 这两个指纹的夹 当然文件夹名你可以取 也可以不要这两个指纹的夹 你可以把这两个文件 直接放到这个liber目录下就行了 那么这里我分了两类 分了两类 这两个文件 恰好就是上一次 我们讲模块的时候 我们讲的那两个模块 那两个对数据进行操作的 一个模块 对文件进行操作的一个模块 这两个模块 我把它分到两个文件夹里面 这些功能模块 我都把它放到什么呢 都把它放到liber目录下 也说最终 比方要掉你这个 loadmodules 掉你这个 mp这个包的时候 它使用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这两个模块里面的功能 所以这个liber目录下 是用来存放这个js代码的 那么这个test目录下 我们看这个包名就知道 它是一个测试的文件夹 为什么要写这个测试呢 因为你这个写出来的代码 不可能说你这个里面 每个功能都提供了 没一点问题 没一点bug 你在提供给别人使用之前 你要保证你这个包里面 是必须是可靠的 至少要把那个bug的率降到最低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你必须要对你这个 自己写好的一些功能模块 进行一些代码测试 那么这里我也写了一个 就是我们上次 我们讲模块的时候 那个测试的代码 我放到这里 那么通过这样的讲解 大概就大概 大概明白了 这个 这个 包里面 它应该具有哪些 具有哪些的一个纸文件夹 这么一个东西 那么为什么我要这样写呢 因为这个包的规范 它不是说我随便写的 我是遵循了什么呢 遵循了common.js 这么一个规范 来定义好这些模块的 定义好这些文件夹的 所以说这里我并不是乱写的 是遵循什么呢 遵循了common.js 应该是个标准 它的包的定义规范 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 大家还看到这里 这两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 这里这个index.js 它是一个什么文件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包 它包含了什么呢 包含了这个 许多模块 这许多模块里面 有很多功能 这很多功能的话 我要一次性 通过包来导出去 那我怎么导出去呢 那么首先 我必须得把这个 里面的所有模块 全部把它统一到一个 模块里面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 需要一个公共导出了一个公共模块 导出了一个接口模块 通过这个接口模块 我们把这个包里面的其他模块 比如说这个lib目的下 这两个模块 对文件的操作 和对这个 数据固定的操作 这两个模块 全部导出了什么呢 导出这个公共模块里面 这个接口模块里面 那么待会我们导出这个包的时候 只需要导出这个公共模块 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什么呢 对整个包的导出了 所以这个index.js 它也叫做什么呢 入口模块 就是你这个包里面的 最开始的一个模块 那么这下面有个pngjson 这个文件我要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这个文件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它也是我们 common.js规范里面 要求必须要定义的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是用了干嘛的呢 这个文件一般是用来配置 我们这个包里面的一些基本信息的 这个里面配置我们看那个后续名 这个文件夹的后续名 我们就知道 它里面是需要一个json代码的 json字幕串的 这至于什么json字幕串 我这里不做详细的介绍 我相信大家对json熟悉的话 那么json字幕串应该不陌生 所以说我这里不对json这个直播出汉 多想一下介绍 那么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件夹里面 它定了一个 一堆大括号 这一堆大括号里面 它有一系列的键子 键子这样的对 键子这样的对 有k有value这样的 一个一组一组的 k和value的指对 那么这个指对是用干嘛的呢 它是用来描述这个包里面 面对信息的 就比如说 我们这里有个lame 这个lame 注意 大家注意啊 这个lame不能随便写 这个是在 这个定义pngjson这个文件里面 它有规定的 这个lame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当年这个包的名称 这里我们这个包名叫什么呢 叫mp 那么我这里写个 后面的k 对应的value 这个词 我也叫mp 第二个 version 这个version是用来干什么呢 它是翻译过来就是 版本的意思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包啊 如果你要发不出去的话 你可能要什么呢 也可能后期你要对这个buck进行处理 或者是要对进行 对功能进行升级 那么这些操作的话 你升级完了过后 操作完了过后 你再发布这个同名 同名这个包名的话 那么你发不出去 这个可能以前不对啊 你发布的到底是修改过后 还是没修改过后的 别人就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版本号来区分 你是哪个是代表修改过后的 哪个是代表修改之前的 所以说这个version代表版本号 它是代表你这个包 目前更新的第几个版本了 那么description这里啊 description 它是这个包的一个描述 这里我写的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这是做一个测试 不是说真正开发一个包 所以说我写的比较简单 就用具简单的话 描述了一下 this is test 就说明这个是一个测试的一个代码 测试的一个代码 好在下面 keywords 这个keywords 我们看就是什么呢 关键字 也就是说别人在搜索你这个包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哪些关键字 来搜索到你这个包 那么我这里只提供了什么呢 只提供了一个test 这个这么一个test 而且这个test 我是用一个方框把它括起来的 那么这个方框在这个gs里面 它代表什么呢 它代表一个宿主 所以说这里这个test 除了这个test之外 我还可以添加一系列 其他的关键字 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什么呢 添加一个demo 这么添加一个 然后别人在搜索我这个包的时候 它可以通过这两个关键字来搜索到 再往下面看 这里个engine 这个engine是什么意思呢 引擎的意思 这个引擎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这个包 它里面解析一个GS代码的时候 它是用什么引擎来解析 那么这里目前我是用什么 chromev8这个引擎来解析 所以说我这里直接指定chromev8 在下面author 作者 作者是指定你开发这个包的 那个人员 指定开发这个包的人员 那么我这里用个对象 来指定我这个包的一个什么呢 指定我这个包的一个信息 就是开发者 那么我这里指一个人 我就写个name 等销 冒好销 当然你后面如果还有其他人员的话 你可以打都好 再添加新的人员啊 也是以这种键子对的形式 现在啊 这里一个b目录啊 这个b目录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b目录 它其实就是用来指定你这个 二重子文件的一个路径的 这么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里比如说我这个b目录下 有个什么呢 一个demo.exe 这么一个二重子文件 那我要指定这个路径 我怎么指定呢 就是在当前目录下 有一个什么呢 b目录 b目录下有个什么呢 demo.exe 我这样指定 那么这样指定了过后 如果别人使用这个包的时候 它要通过一些命令行来 执行你这个二重子文件 那么你这个路径的话 它就可以在包名下面直接运行啊 直接运行 因为你这里配了路径了 好再往下面走啊 这里有个man 这个man代表什么呢 代表主要类似 因为刚才我们在说的时候啊 说到这个index.js 它是整个包的一个入口文件 而这里这个package.json 这里面这个man 所指定的这个后面这个文件名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前你这个包下面的 对应的入口文件所在的地址 因为我是在同路径下 所以说我直接写文件名 它其实应该是个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文件 入口的文件的一个路径才对 所以说这里 因为我是同路径下 我就直接写 直接直接写啊 它就没问题 好 那么这里大概我们介绍了一下 这个整个 符合这个common.js包 规范的一个包的结构 以及它里面的pack.js里面的内容 这是一个包 那么这个包我们定义好了过后 我把它放到哪里 我把它放到这个 我项目下面的一个文件夹 叫做loadModules 这个文件夹下面 为什么要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而且这个文件夹名称 为什么要这样去 这个是有原因的 待会我们再解释 那么讲完这个包的一些概念过后 我把这些关闭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要使用这个包里面的代码 我应该怎么使用呢 好 这里啊 我填了一个JS代码 假设叫app.js 在这个JS里面 我想使用一下 我刚才我自己创建的包 我怎么写呢 我就这样写 vrmp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quare 注意导入包好导入模块 其实都是用同一个函数 都是requare的函数 那么我这个包名叫什么呢 -mp m-p 导入了过后 这个包里面的方法 mp.add 有看到没有 这里有很多方法 我代用一下 mp.detail mp.find mp.read read readfile mp.readfile 等等一系列的方法 这些方法都是什么呢 都是从我这个包里面导出来的方法 那么这里我们运行看一下 这些方法到底能不能执行 再进入键 运行 我们看到 这个 下面这个 mini行里面 控制台里面 它已经显示出我们这个 调用方法所得到对应的结果了 说明我们这个包导入是成功的 这个包里面方法调用也是成功的 那么这里我就要有个疑问 这个包我在这里导入的时候 为什么它能够直接导入包里面的所有数据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包里面的 这个方法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到底是什么定义的 这个是整个包里面的入口模块 这个入口模块里面就必须要什么呢 包含整个包里面其他模块的一些方法 其他一些功能 我怎么实现的呢 我实际上实现的 首先在这个模块里面 将其他模块全部导入进来 全部导入了 那么对文件进行操作的模块 我定义的fail 对数据库进行操作的模块 我定义的什么呢 定义的这个db 这两个模块导入了过后 我再定义的一个什么呢 定义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叫m 最开始它为空的 我用这个大块来代替 那么在GS里面 定一个对象 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通过一个定义的变量 然后等于一个大块 这样这个m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指向的一个对象了 那么随后我在这个m上面 动态给它添加了一系列属性 大家看一下 这右边添加动态添加了一属性 这些属性你看就是chars 刚才我调用这些方法来方法名 你看你发现没有 那么这个属性啊 定义好了过后 我给它让它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数据库里面的一个add 那么这个数据库里面这个add 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在上几课里面 我说到这个add它是个方法 而这里为什么我这里 没有写方法的括号 就是说我写完这个db里面的方法add过后 我为什么这里没打括号 这也是原因的 这里这个db啊 它里面方法叫add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打括号的话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是我这个里面直接调用了这个db 模块里面的add方法 如果你这里不打括号 那它说明什么呢 说明你是想把这个add这个方法引用 复制给什么呢 复制给这个右边的adddb这个方法 这个属性啊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m对象里面这个adddb 它其实就是指向了那个方法的一个引用了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名称 就可以直接调用那个方法 那么下面的东西都是同理 我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都是同理啊 那么这个m对象 把这些所有的引用指向了它自己的过后 那么再通过什么呢 我们前面所导出 模块里面的属性 或者是方法通过什么呢 通过export 这么一个对象 首先我让export等于moduleexport 因为这两个最终啊 它是代表同一个对象 所以说我这里指不指定 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再让它等于这个对象 再让它等于这个对象 以前我们是直接等于了什么呢 等于一个方法 这里它也可以把对象 或是这个变量啊 直接导出出去 这里是一样的 那么导出出去这个对象 直接等于这个export 那么也说最终我导出到这里了 这个mp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代表了这个m 就代表了这个m 所以说我能够掉到这些方法 因为这些方法在m对象里面 早就已经在我定义好了 在前面我已经定义好了 所以说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index.js 这个模块 那个主入口模块啊 它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里我们说说能运行成功啊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这里require写这个mp 这个mp明明没有什么呢 没有在hp.js这个文件的同一论下 为什么它能够引入这个包名呢 而且我没有引入这个包的一个 这个index.js 它又怎么找到这个入口模块了呢 那么这些问题我们再挨个来解释一下 首先啊这里我require.mpm require在后面里面写个mp 这里啊写个mp 这说明什么啊 这说明我要导入一个包了 导入一个包 那么导入包的时候这个loader.js 我这里来说一下 当你在一个代码里面啊导入一个包的时候 loader.js 它首先会在当前的图形下 就是当前你这个引入文件 这个appgs下面 同路径下来搜索有没有一个文件夹 叫做loader.modus 有没有一个文件夹叫做loader.modus 如果存在的话 它会根据你这个包名 在loader.modus下面来搜索对应的包 这里我们恰好有个什么呢 有个m-p 这里我指定的名称也叫m-p 那么它搜索了这个包了过后 它会根据什么呢 这个包里面的png.json 这个文件里面的man 这一组键是对的 这一组键这里来指定什么呢 来指定你这个整个包里面的一个入口文件 恰好我这里指定了 我指定了多少呢 index.js 那么它就直接把这个index.js导入进来了 所以说最终 我们这只需要指定包名 它就能收收到 什么呢 收收到我这个loader.modus下面 这个包里面的这个index.js文件 所以说导出来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把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index.js 这个文件导出去了 导出去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这里你不用写什么呢 不用写 当前目录下 什么下一次目录下 什么什么东西 这一圈都不用写 只要你这个 app.js和这个loader.modus 是在同步论下 并且它的包是在它指目录下 第一集指目录下 并且这个包下面 在这个png.js里面 还指定了这个 入口模块的路径 那么它就能够顺利搜索到这个 这个入口模块 好 那么这里我还强了一下 如果你这里没有指定什么呢 没有指定这个 man 就是没有指定这个入口模块 它能不能搜索到呢 它其实也能搜索到 它也能搜索到 它为什么能搜索到呢 因为这个loader.js相对说 比较自能的 比较自能的 它在这个png.js里面 如果没有找到man这个key 就是后面没有对应的 那个入口文件的路径 它末日会搜索什么呢 默认会搜索名称叫做index.js 这么一个文件 在这个包下面 它默认会搜索 index.js这么一个文件 或者是index.load 这个文件 或者是index.json 这么一个文件 这些文件都是 都是都是一个意思 它会按到顺序 按一个搜索 如果这些文件找不到 那么它就它就说 我找不到这个模块 那么它就会报错 那么也说你导出的时候 这就导出不成功 但是我们这个文件啊 这个入口模块文件 是我们自定义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名称 可以认识 如果你指定的不是index.js 那么它就搜索不到 那么这个时候 你最好什么呢 最好在这个png.js里面 在最后这里加一行 加上什么呢 man 对应上什么呢 对应上这个入口文件的路径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这个入口文件 不是index 也可以的 也可以自定义的 所以我这几点 我要强调一下 那么这里是怎么导入一个模块啊 怎么引入一个模块 刚才我说了它原理 也说了这个引入的方式 引入了过后 这个模块它里面的方法怎么使用 我这里演示了 那么这就是 LowlG.js下面的模块的一个概念 相对来说是 比较简单 我相信大家如果是 完整听完这个视频了过后 应该是对这个模块理解不是很难啊 好 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这里分为两节来讲解 这里 这个模块概念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么下节课我们讲讲解一下 咱们来管理这个模块 好 那么这节课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